接上集 我想去抬手解头发 别动 许清和声音从头顶传来 少了一些以往的疏离感 她一步步耐心地解着我的头发 手指偶尔会触碰到我的发顶 隔着皮肤表层 有些凉意 结束时 我仰起头对她说谢谢 姜池也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 目光森森落在许清和身上 我从办公室出来 姜池就跟在我身后 上楼梯的时候 她默然将我堵在楼梯拐角 咬牙切齿 乔默 你能不能别老躲着我 我否认 她更气了 你是不是喜欢许清和 我没肯定 也没否定 如果让她认为我喜欢许清和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轮滑场那样的玩笑话 不会再出现 见我默认 她一个拳头过来 砸在离我不到五公分的地方 四日上课 僵持没来 难得的安静 我打开卷子 却发现下面压着的 是许清和的物理卷 而那道压轴题的解法 和H教我的一模一样 H就是许清和 我一助欣喜 拿起试卷跑到A班 许清和 她擦黑板的动作停下 侧头看向我这边 有事 我这才反应过来 唐突了 许清和去图书馆 我也去 起初她对我制肉空气 直到有一次 一杯热咖啡向她泼了过来 我没有任何犹豫 铺上去直直挡在她面前 滚烫的咖啡 全数破在我的后肩 我瞬间腾红了眼眶 许清和立马抱起 我去冲洗 水的凉意打在后肩处 灼热的烧伤感渐渐消散 这是我第一次 在许清和脸上 看到其他情绪 她眉头紧皱 好看的脸上 写满自责与懊悔 对不起乔莫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名字 叫起来很好听 在医院的时候 泼咖啡的女孩 被姜池抓过来道歉 她哆嗦着身子 说是许清和低着头 她看许清和穿的衣服 以为是自己那位渣男前男友 姜池面色泛冷 将一壶热水 直立在女孩头顶上方 不要 我冲过去阻止了姜池 毕竟这壶水下去 人都不一定还能有命 姜池一脚踢翻旁边的椅子 暴躁不已 许清和正是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刚买来的干净衣物 可能正需要发泄口 姜池一拳打在许清和脸上 许清和没躲 硬生生挨了一拳 眼见姜池准备再次打过去时 我直接挡在了许清和面前 不怪她 我说 姜池看着我 语气凶狠 强默 你就仗着我喜欢你 最后 门被摔得很大声 住院的这段时间 多数都是许清和照顾的我 她成绩好 索性就每天陪我待在病房 有时教教我物理 有时一起看看书 护士换药的时候 会忍不住打去 小情侣就是好呀 黏在一起做什么都是甜的 我刚要开口 姐姐你误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许清和打断了我 护士笑了笑 对着许清和招手 那你来帮我撩下女朋友的衣服 我瞳孔地震 连忙对着护士解释 不不不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护士欧了一声 显然没相信 许清和耳根泛红 一向清冷的声调 此时带着哑 乔默我就守在外面 要换完没多久 许清和带了两份晚饭上来 骨汤面 我低下头 认真挑着自己碗里的香菜 不喜欢香菜 许清和问我 拆了纸干净的筷子 帮我挑到一边 我看了眼他碗中的香菜 你很喜欢吗 他点点头 帮我挑香菜的动作不停 挺喜欢的 深夜 我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我清晰记得 H曾说 他和我一样 都是香菜重度厌恶者 可许清和 看起来并不像 讨厌香菜的样子 可如果 H不是许清和 那道贴吧里的题怎么解释 就在这时 H消息发了过来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曾经患过中度抑郁症 每次病犯了的时候 都是H一点一点指引着我 也因此 我的病才慢慢好转 包括我转学到成江义中 也是H题的建议 他说换种环境 就等于可以另外一种人生 乔默 你为什么不选择试试呢 想了想 我回复 挺好的 我 你呢 H算不错 最近捡了只猫 H发了张他猫咪的图片 小猫是那种白家浅灰颜色 瘦瘦小小的 乖乖的趴在那里 我 好可爱 H 喜欢吗 可以送给你 想了想 我问出来心中的疑惑 你是不是 也在成江义中 我第一次觉得 等待是件这么难熬的事情 十分钟后 H才回复 是 很快到了出人时间 回教室的那天晚上 裴然着急找上我 就命啊墨姐 持哥 他又发疯了 我听了一愣 什么意思 裴然解释半天 大概意思 就是那个破咖啡的女孩 被开除 但他校外男友谢虎以为 是江池搬的要来找他 而这江池也没解释 还说要打就赶紧打 裴然一边拉我去 他们打架地点 一边替江池哭诉 我持哥真是命苦啊 他倒是想弄那女孩 但临时被叫回家了 等来了 那女孩早被弄开除了呀 可怜我持哥 就这么背大锅乌乌 我怎么也没想到 女孩会被开除 可不是江池 又会是谁 赶到场地的时候 江池和谢虎似乎打了很久 谢虎被打倒在地上 江池脸上也挂了不少彩 他一脚踹在男人的肚子上 左手抹了把自己嘴边的血字 一身黑衣的他 似乎要与黑夜融为一体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到江池打架 狠力 暴虐 棱角分明的脸上 不带任何表情 一挑三的局面 他一把抓住谢虎的领口 嗓音冰冷 还打吗 谢虎哆嗦着双腿 不不不 持哥 饶 饶命 江池手一松 滚 三人狼狈离开 江池也踉跛了两步 我连忙冲上去 想扶住他 但奈何我高估了自己力气 或者说低估了江池的重量 我俩一起 双双倒地 江池压在我身上 但很快反应过来扶起我 声音冷冷的 伤口好了 我冲他一笑 嗯 已经不疼了 江池应了一句 你怎么会过来 我看向裴然的方向 他正躲在树后 面部表情丰富 一副不要供出我的样子 想了想 供出他确实不道义 所以在江池准备看过去的时候 我直接双手捧住了他的脸 摇头 没谁 江池视线下垂 动了动被挤压变形的嘴唇 乔默 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我瞬间松手 脸上一热 对 对不起 他单膝半跪在地 身子下弯与我齐平 道哪次的欠 篮球赛 医院 好像与江池相识以来 我确实欠了他不少次道歉 我头更低了 对不起 江池目光暗了下来 勾起地上的外套 准备离开 我一把抓住他衣服的一脚 等等 他脚不停下 但并没有回头 语气平淡 还有事 我站到他面前 然后伸手示意他低一点 江池不明所以 却还是配合着微微弯下腰 我从包里翻出之前的 粉色棕熊窗壳贴 撕开包装 点起脚贴在他右脸 颧骨受伤的地方 指尖不经意扫过江池脸颊时 我能感受到他身体微僵 疼吗 我问 他呼吸莫名加重 看向我的目光灼灼 不疼 那就好 我呼口气 然后将剩下的窗壳贴 放在他手心 轻声道 抱歉江池 篮球赛失约 医院惹你生气 不管哪一次 都希望你能原谅我 好不好 好伴想 才听到江池鼻腔发出 闷的声音 我和江池恢复了一开始的状态 江池还是江池 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 许青和每晚去图书馆 都会留个我的位置 他靠在窗边 做数学竞赛试卷的时候 我就坐他对面 听音语听力 有时候一套试题听下来 我会莫名定位他发症 他看起来与世隔绝 又怎么会在一个又一个深夜 耗费时间与精力 去安慰一个抑郁症的我 怎么了 许青和关切地看向我 我回了神 没事 避免想得太多 我起身去图书架 也准备找点数学试卷看看 奈何学校数学资料的提放得过高 我点起脚 却还是差一点点距离 突然头顶伸来之手 毫不费力地将那套题取下 是要这个吗 许青和将是提侧地我面前 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刹是好看 我点点头 谢谢呀 刚准备接过资料 却被另一只手抢了先 恰好我也在找这个 江池不知什么时候过来 懒洋洋的也在图书架上 把他哈欠 谢了还许许吧 随之他从图书架拿下了另一侧 挑着眉头 你们这本 好 反正内容都一样 我想 我重新回到自习桌 许青和还是坐在我对面 但我没想到的是 江池也坐了过来 在我旁边 裴然坐在许青和旁边 这气氛莫名出现些不正常 我做数学 许青和听英语 江池对着卷子嘀嘀咕咕 裴然捂着嘴小声问江池 哥咱啥时候走 待不住了我 江池也一横 出息 然后伸手揉了揉我头顶 轻声细语 默默 咱啥时候回家 我 这还是江池吗 没关系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把剩下的题看完 江池乐了一句 没事你效率高 速度快 然后又瞟了一言 许青和的试卷 许学霸这效率不行呀 我嘴角一抽 这家伙是怎么好意思说 年纪低不行的 许青和倒是硬核 嗯 题有点难 裴然来精神了 还有能难住许学霸的题 快快快 放出来我听听 好在今天晚上 自习室基本没人 许青和淡然摘了耳机 将音量关小外放 你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男 Pennings Road Go past the post office 女生戏楼 男生温辰 女生是我 男生是许青和 这正是前段时间录的那份听力 我看了一眼江池 他脸正黑 闷头拿笔 在纸上胡乱画圈 裴然心虚 时不时看江池两眼 最后一题做完后 我准备去拿参考答案 却被江池一把拉住 让裴然去 裴然腿一软 不是池哥 咱也没来过 不熟悉这玩意分布啊 江池眼一瞥 裴然立马一会 拉住许青和眨眼 许学霸 我找不到 咱一起 许青和抽出胳膊 B1435架走到镜头上面 裴然不死心 哥我 BD不分 许青和比一顿 面色不改 写了张便利贴人给裴然 可以对着找 便贴上面 是大大的B 裴然脸一垮 对着江池委屈 再这么下去也不合适 我起身 我来吧 许青和放下笔 走在我身后 辅助书的位置有点高 我跟你一起去 离开的时候 隐约听见裴然跟江池哭诉 呜呜持哥 这狗男人好双标 出自习室的时候 天色已经很晚了 裴然接了个电话先离开 只剩下我和江池 许青和 走我送你 我送你回去吧 两道声音一口同声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我都拒绝 不用了 我们家离这里很近的 江池将我书包甩过肩 跟我走 你和他不顺路 内心 我好像跟你也不顺路 夜晚的路灯 将我和江池的身影拉了修长 两人各怀心事 没怎么说话 突然一辆车驶过 江池立马将我拉进怀里 眉眼带笑 看路啊小结巴 我点点头 余光中 却看到江池外套上 有一根猫毛 白色中带些灰 极为不明显 我连忙拿下来 江池你养猫了吗 江池拧了一眼 随意道 哦前两天路边剪的 随机又补了一句 看着和你像 我呼吸一沉 真的就这么巧吗 夜晚回到家 我直接点开语 H的聊天框 一个学校 我们能不能见一面 我太想 太想知道H是谁了 我以为是许清禾 但显然不是 如今 我更是不能凭借 一点相似之处就断定 H是另一个人 H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 你说 H 你有喜欢的人吗 脑海里漠然闪出僵持的脸 他欺负我的时候 替我出头的时候 我脸颊微微发烫 有吧 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就在我以为 H不会回复的时候 手机传来提示音 是H 圣诞节那天 城江咖啡厅 我们见一面吧